把枪打我你 对 一千万就把我卖了 干嘛你 剪家门可不想好人吧 有人花一千万买我 你会不会卖我 什么呀 问你个问题 问个问题 假如有一个富豪 花一千万买我 你会不会卖我 一千万啊 你想听真话想听假话啊 不想听真话肯定就是想听真话呀 想听真话啊 一千万 咋的 就是一千万 媳妇 什么一千万 给我一个月我都不卖 这还差不多 没呗 疼你 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 你为什么不卖 一千万呀 一千万呀 你就人生 你就赢了 躺赢了你就 是吧 那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那你先说 你当初 我是吧 我长了又不睡 又没钱 为什么你嫁给我呢 你听实话吧 我给你听实话呀 那就是 那就是 适合的年轻 适合的时间 当时不就看你老实本分 不佳 是吧 虽然没有什么上进心 但是知道投我呀 对 对 对 哈哈哈 哈哈 你这个是 行行行行 好好好 那你说 啊 你为什么不卖我 啊 第一点吧 你这个人呢 你觉得你值一千万吗 别笑 你看看你了 浑身上下 哪个地方像值一千万的 一千万 第二点 是吧 就算有个富豪 花一千万买你 他除非他是他眼瞎了 他买你 他买你啊 我把你卖给他 那也不符合我这个人事 你刚才说我老实本分 我把你卖给他 这本我把人家坑了吗 人家坑了吗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的实话是吧 你你你不是要听实话吗 你等着 你刚才你说的你要听实话 你等着 你干嘛媳妇 你干 你干嘛 你 哎呦你妈 你小孩在这呢 你干嘛你 你可欣看着了 你干什么 我练练弟弟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 有人换一千万卖 我卖不卖 卖卖卖卖 卖 一千万就把我卖了 这么多年我在家里 给你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一千万就把我卖了 就因为这一千万的钱 你就把我卖掉是不是 你刚才说不卖也不行 现在卖也不行 你到底怎么呢 你就是 变成法枪打我你 对 你太乱了 你把我卖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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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